1954年,澳門上演了一場 軍動省廣澳,以致東南亞的武林城市 由當時香港吳釋太極的掌門人吳恭怡 大戰澳門白鶴派掌門人陳恰夫 廣澳兩名武林高手事前踏下生死座 由當時的澳督夫人展賽開幕之後 兩名武林高手就在擂堂上以真功夫一較高下 現場過萬名觀眾看到熱血沸騰 這場史無前例,場面盛大的武林事件 史稱吳陳比武 除了引起當時港澳坊間的熱議之外 更觸發到香港報章新派武俠小說連載的熱潮 吳陳比武可謂對省港澳的武術界影響深遠 究竟這場比武是如何觸發 真實的比武過程又是怎樣的呢 本集將會以獨家電腦彩化的影片 深入解密這場世紀武林盛事 在繼續之前,敬請大家給LIKE 和按下通知鈴鐺,謝謝 另外本頻道大部分影片都備有中文字幕 只要在手機上,按一按影片的螢幕 再按一按右上方的CC鍵 就會開啟到廣東話的中文字幕 如果在電腦看片的話 只要按一按右下方的這個字幕鍵 就會顯示出親切的粵語中文字幕了 這場世紀擂台比武,起因是源於 雙方在報紙上的隔光罵戰 內容大致是香港不懂太極掌門人不公義 接受訪問時自稱未逢敵手 因而引起澳門百渠派掌門人陳克夫的不滿 兩人在報紙上大打不戰 雙方以民互相攻擊好不熱鬧 不過正所謂民無第一無無第二 雙方無論在報紙上說到幾天花浪逢 都不及得一場實際的比武來得更有說服力 於是在港大讀者和國屬派各方人士推波助瀾之下 雙方同意舉行一場擂台比武一較高下 這場比武更獲得當時的澳門華人領袖賀賢 也即是澳門前特首賀口華的父親 作為大會主席 令這場比武成為一件社會矛盾的盛事 比武除了為了推廣國屬運動之外 亦是一場慈善籌款的盛事 門票收入將會全部撥鑿 香港當時食杰尾大火災民的贈災善款 和捐給澳門鏡湖醫院所慈善用途 雙方事前在酒店舉行記者會宣布比賽詳情 和訂立新死狀 比武定於1954年1月17日 在澳門新花園舉行 並且定名以中國傳統習慣的自由搏擊為比賽規則 這場吳陳雷台比武落實後 可謂成為散港澳三地 萬眾眾目的武林盛事 事關比武雙方 在各屬界都是有頭有面的 掌門人級的高手 吳恭儀 是吳家泰極權宗師吳鑑全的長子 是吳家泰極權的第三代傳人 他在20歲的時候 已經出任山東省省長的武術總教練 其後也都在全國知名的上海精武體育會任教 也出任過黃暴軍校高級太極權的教官 1937年 他在香港成立了鑑全太極權分社 擔任社長 被稱為吳家泰極權第三代的掌門人 陳一夫組織廣東台山 在澳洲出生 小時候回國入讀 廣州體育學校和培政分校 曾經跟西藏百學派一代宗師 吳少宗習武 並且私從港本夫學習百學派權術 他亦擅長西洋拳術 在抗戰時期 任職於香港國民大學任體育和拳術的教師 1956年 他在澳門創立了泰山健身學院 被視為澳門百學派的掌門人 1954年 1月17日 澳門街頭 出現平日甚為小健的居水馬龍 名貴的潑潑車和三輪車 不斷在街上穿梭 成千上萬的人正在勇往澳門新花園的露天泳池 也就是今次吳陳炳武的擂台場地 在正式炳武之前 大會負責人兼總裁判何彥先生 為了隆重歧視 就邀請了幾位南北拳師高手 來演練一番和示範比賽規則 穿背心個位就是有香港健身之父之稱的李劍琴師傅 他也是百學派體育總會首席永遠會長 而穿白衣服打胎的這位就是 鷹爪派的劉法曼師傅 何彥先生當然會落足眼力 因為他也是大會的總裁判 跟著上場示範的這位穿上衣服的師傅 就是董事太極權一代宗師董英傑師傅 咦 什麼太極裡面都有紅袍招數嗎 雖然是自由搏擊 但是大埔認為這個紅袍都是違規的 幾位高手示範了比賽規則之後 大會還有安排了另一項座慶節目 就是郭叔歌唱大會 據當時的新聞報導 演出的包括有馬思真 紅線女 何非凡 鄧碧雲等 當時的一線紅靈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惡壇的天皇天后 可惜這段紀錄片並無紀錄到他們的演出 不過也都可以想像到當時的虛陷情況 而當時澳門的六川電台 是有了現場的實地直播 未能親臨現場目擊比賽實況的市民 就可以透過收音機的旁述 去想像一下這場世紀拳賽的情況 好了 貴賓嫁臨了 包括有澳門總督史柏泰夫婦 陸軍總司令伯志高夫婦 沙奴月總督史密夫 英國領事高雲 澳門名人梁昌等 可謂政商名流觀概混集 在VIP觀眾席上也都坐無虛席 然後主持開幕儀式的就是澳督夫人 旁邊大黑超的那位 好像也是一位明星 沒錯 他就是有千面小身之稱的張英 他當時是大會的詩儀 然後大家又認不得這位西裝匯匯的男士呢 他就是當時何妍的好友何鴻生 他本身也是一位拳擊好手 他當時出場是客串 以西洋拳打向一位內功高手 這位內功高手吃了何鴻生多拳 依然民風不動 何鴻生都不禁要給他like 看多這麼多豐富的奏慶節目 兩位主角終於出場了 白鶴派的陳立夫 披著一件白色藍邊的西洋拳服 在助手出勇之下出場 太極拳師傅吳公兒 就穿著傳統的枯勇長衫 出場跟觀眾見面 單從出場的服飾來看 這場比武意味著 是一場 傳統的太極武術 大戰 深入了一些 西洋拳法的新派拳術 而在比武當年 吳公兒是56歲 他的地首陳恰富就是36歲 年齡相差成20歲 所以亦都可以說是一場 新舊輩分之間的 一場比武 雙方在正式比武之前 都態度慫容 還跟台下觀眾有講有笑 比武原定是打6個回合 每個回合5分鐘 一切準備就緒 這場世紀比武大戰 一足即化 第一回合 鐘聲響起 雙方除去外套之後 就走到擂台中央 觀眾都預期 雙方會 會探虛殺一番 吳師傅和陳師傅 亦都小心裂翼 試圖找出對方的弱點 才作出攻擊 話口未完 吳師傅一招村民掌 擊中陳師傅的面部 陳師傅也不敢示弱 拋出連橫拳 橫擊 雙方權來權往 一開始已經 毫無保留地 打出真功夫 一輪互相揮拳之後 陳師傅退守擂台的一邊 左手摸一摸自己的避角 原來在剛才的拼拳之中 他已經被擊中面部 避角流血了 不過陳師傅始終年輕力壯 流少少鼻血 被武減少他的鬥志 並且主動揮拳觸擊 雙方都毫不閃避 互相拼拳 看慢鏡重溫 吳師傅的右直拳 似乎是拆到陳師傅的面部 而陳師傅的右直拳 也擊中吳師傅的面部 而在這一輪互相拼拳之中 陳師傅是被吳師傅的連環左右拳 擊中兩次 陳師傅被擊中之後 立刻退避 吳師傅就得勢不饒人 試圖上前追打 大家要留意當時的比武 雙方都被無任何的保護裝備 不同現在的拳手 戴上拳套 頭盔 和牙套等等 當時的高手過招 拳拳到肉 如果真是被重擊一拳 真是隨時重傷躺下 第一個回合 在雙方激烈的搏拳之下 終於結束了 雙方各在城各一邊休息 和部署下一回合的比賽 陳師傅的助手 就和陳師傅清理一些避血 亦因為這個傷勢 原本休息兩分鐘的時間 亦延長至六分鐘 休息過後 第二回合的鐘聲又再響氣 兩名高手經過第一回合的 極力的互相搏拳之後 第二回合又有什麼策略呢 似乎都是毫無保留的互相搏拳 而年紀較大的吳師傅 就以鎮守擂台中央位置為主 這樣是可以省體力的 而年紀較輕的陳師傅 就以靈活的步伐 圍著吳師傅來遊走 吳師傅就嘗試以拋除 打落陳師傅防守的前臂 試圖減輕陳師傅的防守能力 這一段是第二回合的另一角度影片 雙方簡單試探之後 很快就已經互相搏拳了 陳師傅又被吳師傅一記左直團擊中 並陳師傅退後了兩步 不過雙方連未分到勝負 最後陳師傅忍不住出腳 吳師傅也起腳還擊 但起腳的高是屬於違規的 台下裁判團即是叫停比賽 商議裁決 在這個時候 第二回合只舉行了兩分鐘左右 大會七位的公正人 暫時舉行緊急會議 以投票方式決定是否繼續拳術比賽 一時間 全場的氣氛 就顯得非常緊張 經過一輪商議 最終有結果 裁判團 以大比數通過 拳賽適可而止 決定停止比賽 而拳賽結果是 雙方以 不勝 不敗 不和 作為結局 兩位師傅也尊重大會結果 雙方握手言和 事後 報紙形容這場世紀比武是 4分半種猛烈搏擊 形勢險惡 中途停賽 這場4分半的比武 為大會籌到27萬的善款 兩位師傅也被稱為 慈善權王 兩人之後 亦成為好朋友 正所謂 是不打不相識 而這場歷史性的吳陳比武 除了死入了港澳界的 武林史冊之中 亦觸發了之後幾十年的 武俠小說熱潮 因為這場比武 掀起全城的熱議 但是因為當年 並未有影片公開 普羅市民只是靠報紙的 潰星古影的描述 去想像當年比武的情況 而記者為了吸引讀者 就會用上一些武術的招式 來撰寫比武的動作 例如 以馬分中 扭失咬步 測升錘等等招式 成為市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 當年新晚報總編輯 羅夫 有見及此 就特別找了 梁雨昕 撰寫 龍門鬥驚華 並在報章連載 成為香港第一個新派武俠小說 以滿足讀者 對武林高手對打的幻想 到第二年 金庸也在新晚報開始連載 他第一本的武俠小說 《書劍恩仇老》 坊間反應熱烈 自此 武俠小說 就成為 最受歡迎的華文流行創作 類別 力久不須 甚至間接影響到 日後香港功夫電影 的獨特動作設計 因此 吳陳比武 可謂對香港的武俠世界文化 具有深遠影響 也一直被認為是上世紀最精彩的擂台比武 不過直到半世紀之後 互聯網影片普及支持 大部分人都沒有看過 不曾比武的真實情況 直到千禧年後 不曾比武的影片 才開始在網上曝光 不少網民看過之後 都大失所望 因為兩位武林高手的 自由博打 看起來都好像 毫無招式可言 甚至跟一些街頭散打 MMA差不多 始終武俠世界中的招式 都只是文藝創作 和真正高手的實戰 始終有很大的分別 至於高手過招 和街頭的打爛仔膠 大家又看不看到有什麼分別呢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 說下你們的意見 第一次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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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交課 明天交課 還有大家意想不到的內容 只要加入 善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 所有後台開麥克風的精彩內容 大家好 我是善非 敬請支持 本物讀的高質解密製作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面 按個超級感謝 Superfan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打賞 此外 亦歡迎 點讚 留言 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 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請看廣告 又或者加入 善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 資料豐富的 善非X檔案 和可以收聽 所有完整版的後台開麥克風 直到更多解密的資訊